由文化部文資局舉辦的一桌二椅看戲伴桌的活動 在9月20號在台中的文資園區舉辦 現場融入了原住民文化以及原住民美食 就讓我們一同來到現場看看這熱鬧的情景吧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20年舉辦的伴桌看戲一桌二椅傳統表演藝術活動 從6月底開始舉辦32場的傳統表演藝術節目 在9月20號推出了原住民傳統藝術大會演 邀請楚英文化布農族的布古拉夫文化藝術團來到現場 展現原住民精湛的部落文化 我們國外部演習 呈現的是我們現在的台中表演藝術 現在目前我們台中表演藝術裡面有很多多多幾年 在原住民傳統藝術大會演當中 除了有大家耳熟能詳的歌舞表演之外 還請來五星級的排灣族料理大師林文 以原住民飲食文化作為基底 製作出精緻可口的原住民料理大餐 我覺得特色就是我覺得傳承排完族的美食很少人在做這樣的 我想我們的特色就是來自鹽香的食材讓大家吃得好更健康 文化部文資局長施國龍表示 除了精彩的原住民歌舞演出之外 文創園區一桌二椅的活動 也會在中秋節當天演出裸鼓宣天慶中秋 和竹倩北館藝術團的表演活動 讓大家一邊品嘗美食佳餚 一邊品味戲中滋味 讓民眾感受博大精深無形台灣文化資產 度過一個快樂又有品味的中秋佳節 記者陳文旭 王瑞彤 台中報導